香港皇大仙妙 年三十的晚上 通宵开放到大年初一 不少港民前往抢头乡 愿望还挺一致 除了希望身体健康 最多人祈求的 就是希望香港经济好转 希望可以去回疫情之前 比较旺的情况 2023年特别困难 特别想这次排头住香来 转下运 希望公司多些生意 老板不要惨我 大家都希望争取新年 事事顺利 由于抢头乡的信众太多 皇大仙妙的工作人员 必须在民众上完乡后 立刻将乡取走 另外包括香港特首李家超 和财政司长陈茂波 前往花市拜年时 都遇到花商抱怨 经济太差 好尴尬 陈茂波赶紧买一束蝴蝶兰 重点是不能杀价 至于大陆北京 大年初一的雍和宫 上乡游客太多 凌晨就开始排队 武警占一排 手玩手 用人练的方式 确保游客不争先恐后 网友称 今年的雍和宫 人格外的多 估计佛祖今年 听到最多的愿望 应该是A股再起吧 TVBS新闻 这身为陈向如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